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5月11日 星期四欢迎来到财经内演 那么今天来聊两个话题 一个就是昆山房子禁止降价的话题 另外一个就是深圳的人口开始下降 这样一个话题 可以说这两个事情都是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财经事件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网上最近流行一个段子 非常流行 我看很多人在转发 他说了特斯拉降价被禁止 开发商降价被约谈被处罚 民营加油站优惠被重罚 电价延禁优惠 未来让我们过上高物价的生活呀 中国领导真是操碎了心 那么这个段子说的是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两天的全网非常火热的 昆山的开发商啊 因为降价销售楼寒 降价幅度高达25% 可以说因为这个事情呢 被政府是重罚不许降价 那么在全网引发了热烈的争议啊 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来具体的先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财年社的一个新闻啊 可以说对这个事情呢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他说昆山两楼盘因为大幅度降价 被暂停网签降幅超过25% 房企被要求整改 财年社5月8日电了 网上就传出了一份由江苏省昆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下发的关于昆山家宝网上职业有限公司 昆山常态职业有限公司违规行为的通报的文件 文件显示了近期昆山市住建局 对部分房地产企业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调查 那么这两家公司呢 在他们开发建设的楼盘中 擅自大幅度降价销售 扰烂了房地产市场正常的秩序 造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对于上述项目 我局已要求立即整改 暂时关闭网签 并将其不良行为进入年度的诚信档案 5月8日呢 对于上述发布的通报文件 昆山的相关政府工作人员也表示 说发布通报啊 是为了督促房企及时整改 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平稳 擅自大幅度降价 对周边楼盘的正常销售造成了影响 导致周边楼盘不太好卖 其次呢 也扰烂了房地产市场的秩序 可以说这个解释啊 也是非常扯淡的 房子销售属于市场行为 为什么只能涨就不能降呢 那么开发商为了回笼资金 未来解决自己流动性的问题 降价销售 政府为什么要这样赤裸裸的干预企业的销售行为 这个背后他有什么顾虑 其实这种事情呢 在这两年发生了不少啊 自去年5月到12月 近20个城市啊 都出台了政策 限制商品房降价销售的行为 可以说 为什么地方政府纷纷限制房子降价销售呢 那么首先第一点呢 因为房价降了地价必然就会降 对不对 因为商品房的价格里面 基本上就包含了地价在里面 如果开发商像这样大幅度的 向价卖房子 那么未来地价肯定会同比例的幅度啊 继续下降 那么这样以来呢 依靠土地财政维持的地方政府啊 它的收入就会大幅度的减少 因为本来就雪上加霜的地方财政呢 会更加恶化 这是第一点 他们害怕房价降了 地价降了 那么地方政府的收入会减少 这也是为什么啊 地方政府纷纷干预啊 这些房企来降价销售的主要原因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一旦房子啊 形成这种降价的预期 纷纷的降价抛售的话 可能会引发这种崩盘效应啊 就是一个比一个降的很 为了回笼资金啊 房企纷纷发起价格战 那么这样一来房价可能就会直线的下跌 那么这样一来啊 支撑中国20年的楼市啊 这样一个经济支柱 可能马上就要坍塌 这也是中国政府啊 不敢让房子降价的主要原因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原因呢 禁止降价啊 就是因为房子啊 它是贷款的一个抵押品 大家知道很多人买房啊 其实都是通过抵押贷款来实现的 你买的房子作为抵押 然后向银行来借款 通过这种模式 那么一旦你房子价格下降了 那么你抵押品的价值也就下降了 如果抵押品降价 那么意味着就是资不抵债 银行呢 可能就会出现危机 银行需要你客户啊 来追加这种资金 如果追加不了的 那么银行会大量的收回房子 去发拍 那么这样一来银行也受不了 其实他自己也有损失啊 除了购放人有损失 他自己也有损失 所以会赢 所以这样一来呢 就会形成这种连锁反应呢 如果全国的银行都纷纷的收回房子 全国的银行啊 纷纷因为抵押品不足来收回房子的话 那么中国楼市这种雪崩效应会越来越快 而且年代的银行也会被拖下水 所以这也是中国政府啊 不敢让房子降价的第三个原因 但是啊 他如果不降价 那么房企可能就会因为流动性不足而破产 特别是一些中小的房地产 中小房地产开发商 可以说他们是越来越扛不住了啊 大的其实已经死了很多 那么能撑到现在不倒的 可以说也算是非常不容易了 但是现在政府限制他们降价 那么连他们甩房清仓来回弄一些现金的权利都没有 那么未来肯定就是破产倒闭了 就是雪上加霜 那么就会形成这种多米诺的骨牌效应 现在中国政府啊 中共这个朝天呢 就是为了保银行 但是不得不放弃房企 但是房企啊 如果破产之后一系列骨牌倒塌 最终还是会反噬银行 可以说只是因果的链条啊 它会长一些 中国政府呢 现在是为了避免短痛而选择长痛 但是最终呢 长痛的结果还是死啊 所以这是我啊 对中国现在 中国政府啊 限制房价下降的三个原因的剖析 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啊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想法 可以在留言区里面留言 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啊 那么说完限制这个房价下降的话题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中国一线城市也是楼市的标杆啊 深圳开始出现人口的负增长了 可以说很多人都在逃离深圳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我们知道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标志意义的城市 同时它的经济活力呢 也是非常强 不管是资产价格还是制造业 都是非常强的 现在深圳居然出现了这种人口负增长 前段时间呢 是取消了摆摊的限制 其实从这两个角度就可以看出来 深圳的经济啊 可以说已经是在坍塌了 现在是支撑不住了 人口负增长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我们来看一下陶尼一线城市现在可以说真的不是一句空话了 这一次呢 就是年轻的城市啊 深圳 最近深圳统计局啊 它是发布了深圳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那么数据就显示了 全市2022年末的常住人口是1766.18万人 而2021年末呢 深圳常住人口啊 是1768.16万人 由此可见呢 2022年深圳的常住人口是下降了1.98万人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下降 这就意味着深圳的经济的发展的形式啊 已经出现了一个拐点 以前每年深圳的人口都是增加 不管是增加一两万三四万还是几十万都是在增加 但是从去年末开始啊 这个拐点就已经到来了 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 随着年轻人的离去啊 深圳就连幼儿园招生的数量都出现了下滑 2022年深圳市的幼儿园招生人数是17.57万人 同比是下降了8.8% 人口下降啊 可以说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啊 现在幼儿园人数下降 若干年之后呢 肯定会影响到小学初中 以后就是高中大学 对不对 基本上都是一个年缓的 很多人不知道人口下降是意味着什么 那么这是深圳1979年逆世以来 也就是44年来啊 人口首次的负增长 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标志性的城市 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那么就说明这个城市啊 它的经济已经是见顶了啊 见顶之后 那么肯定是走一个下坡路 这是44年的一个拐点了 其实也是对应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终结 这样一个拐点 说实话呢 我看到这个消息啊 确实还是比较震惊 那么这样的结果呢 我知道迟早有一天肯定会来 但是没想到来的这么快 但是当然其实想想也不快啊 因为这三年这样清零下来啊 深圳人 深圳整个城市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知道深圳刚成立的时候啊 就是1979年 他的GDP仅仅仅只有1.96亿元 当时深圳呢 还是对岸看不起的一个小渔村 40年之后啊 深圳在2022年的GDP已经突破了3万亿 翻了15615倍 尽管呢 这样的GDP啊 有很多的水分 因为和中国的房地产属性呢 等等一些还是相关的 但是整体来说 深圳这样的城市确实还算是一个奇迹啊 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这样 那么当然呢 它是离不开香港的一个中外的一个桥梁枢纽作用的 没有香港肯定也没有深圳 当然没有外资进入中国 也不会有深圳啊 所以相对于其他几个一线城市而言呢 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广州 在过去几十年来 可以说深圳是中国成千上万没有背景的 一穷二白的年轻人追梦的一个地方 相对还算是比较平等的一个城市 像北京上海啊 可以说都是啊 有它身后的基地 而且有它的一些门槛在里面 因为毕竟这些城市呢 有底蕴在 对不对 有潜在的一些关系 有潜在的一些资源的支配作用 但是深圳没有 很多都是年轻人涌入这里来开始创业 然后在这里大拼来追求自己的梦想 可以说深圳是实现所谓的中国梦的一个地方啊 但是现在这个梦啊 真的是醒了 年轻人和深圳基本上算是互相成就 年轻人最后呢 在深圳安居了眼 而深圳在四十多年的时间 也借助全国踊跃而来的年轻人呢 实现了自己城市的一个跳跃 跻身于一线城市之内 只能说时代啊 确实是已经变了啊 现在这些年轻人呢 已经开始放弃深圳 那么他们到底是去了哪里 是去了其他的城市呢 还是回到了老家 这个不得而知 但是深圳这个城市的拐点呢 现在真的是已经来了 同样是一线城市啊 我们知道北京上海 早已经是人口负增长了 为什么北京上海人口负增长 大家不奇怪 而深圳出现人口负增长 那么举国震惊呢 首先呢可以说 北京上海和深圳的人口数量啊 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它不在一个量级 2022年呢 上海是有2475万人 北京呢 是2184万人 都是2000万人以上 但是深圳呢 只有1700万 所以比他们呢 还是少了不少人 再就是上海和北京呢 其实早在20世纪初 他们就已经完成了人口计划 现在的阶段呢 是在严控人口的规模 主动减量发展 北京就更加特殊了 它为了疏解这种 非首都的功能的发展战略啊 主动还清退了 大量的低端的制造业 批发市场之类 都被他们清理出去了 可以说主打优化人口和产业结构 所以北京上海诺户门槛呢 都是比较高 比深圳是高很多 那么就是普通大学生呢 都难以高攀北京上海 但是深圳就不同啊 它诺户门槛呢 可以说已是非常低的 虽然说去年呢 全国人口已经出现了负增长 但是仍然有很多 二线城市的人口啊 其实还是在增长 比如说像长沙 杭州 去年就增长了 十七八万人 所以这样以对比 只能说深圳呢 这个一线城市的吸引力 真的是大不如前 而深圳靠什么吸引人口 一个就是它的外貌 一个就是制造业 可以说现在呢 这两块深圳的优势啊 基本上都不在了啊 反而是房价泡沫非常之高 年轻人在这个城市啊 已经是销售不起 那么现在可以说 九五后 年龄后啊 到一线城市去打拼 如果不是有父母的支持啊 单纯靠自己打工 在一线城市买房的可能性呢 可以说非常之低 一线城市呢 中心房价 动辄就是五六万 那么这还是一些老破小 总价呢 基本上都要四五百万 首付一百万以上啊 越共基本上都是一两万块钱 即便是父母提供首付 三十年的越共压力啊 也是非常之高 可以说这也是将这些年轻人啊 赶出一线城市的主要原因 所以啊 人口的转移 背后其实也是产业的转移 我们看一下2017年 深圳迁出的制造企业啊 那个时候还只有463家 是2017年 但是到了2021年呢 外迁深圳的企业有多少 4344家 十年的时间呢 外迁企业的规模就增长了十倍 那么就连华为这样的企业 都承受不起深圳的高房价 然后迁到了东莞 华为走了 也带来很多上下游的企业啊 入住东莞的松山湖 那么像其他像大江 顺丰 欧非光 也纷纷在东莞建设基地啊 所以总结下来啊 深圳为什么人口会负增长 首先第一个就是制造业的外迁 因为这十年来 深圳的生产成本太高 制造业大量的转移出深圳 到了珠三角 其他一些城市 生产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去了 所以深圳制造业的转移啊 让深圳的实体经济开始被掏空 那么另外呢 就是这三年清零以来啊 大量的外贸企业在深圳倒闭 我们知道深圳是一个出口 非常厉害的城市 也是中国出口的一个支柱啊 但是因为三年的清零政策 荒唐的清零政策 导致很多外资啊 是搬到了东南亚 然后很多订单呢 也不下给长三角 珠三角的一些外贸企业了 所以很多外贸企业的转移 那么必然导致大量的裁员失业 所以这些年轻人呢 很可能就是因为裁员失业 然后离开了深圳 第三个让深圳人口负增长的原因呢 就是高房价 房价泡沫太高 那么年轻人承受不起 所以三者综合下来 一个就是制造业的转移 另外一个就是外贸企业的倒闭 所以三者结合起来 一个就是制造业企业的转移 另外一个就是外贸企业 转移到东南亚 或者是外签没有订单 第三个原因就是高房价 这才导致了深圳呢 它的人口开始出现了负增长 因为这些大量的人呢 被裁员被失业 所以这才是深圳 它的人口下降 会引发全国关注的一个主要原因 可以说深圳是一个典型的制造业的城市 也是一个外贸的城市 也是一个楼市泡沫非常高的城市 它这三个特质 基本上对应了当前 整个中国经济的三大特质 所以深圳一旦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才会让全国都非常紧张 这方的就是中国的制造业坍塌 中国的外贸坍塌 中国楼市泡沫破灭 这三重的信号 所以这才是深圳人口下降 引发全国恐慌的一个根源 那么未来全国肯定有更多的城市 人口是大量的流出 不管是流到其他的中校城市 还是流到农村去 可以说这是一个大趋势 因为整个中国40多年经济的繁荣 已经无遗为继了 那么未来的苦日子 可能再继续等着大家 就像习近平说的 要自找苦吃 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归宿和宿命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在最后借这样一个机会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一位做代购的朋友 他是在诺山基这边 基本上主要代购日常的一些用品 比如说衣服 鞋帽 对不对 还有一些化妆品 日用品 食品 各方面基本上首饰 化妆品都能买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 需要海淘或者代购的话 可以找一下他 他人还是做这行非常专业 已经做了好几年 而且性格各方面服务都非常到位 非常好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东西要买的话 可以扫描一下他的二维码 当然如果没有这方面需求的 就算是再次打扰大家了 抱歉 好 谢谢大家关注 再见